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今天到周末假期天气都很不错 提醒大家要好好把握 因为都是吹拂着这样子 东北季风偏弱的大气环境 那么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 其实山区跟东半部 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发生 不过降雨的范围都是很局部的 那么在西半部地区天气都很不错 维持在晴道多云 那么就要来留意这种白天 跟这种夜间的温差会比较大 提醒大家要试试的调整穿着了 最后是在西半部的地区 这几天都是处在比较高湿度的环境 因此会有这种局部浓雾的现象发生 提醒大家要在早上 如果比较早出门的时候 要来留意行车及用路的安全了 在我们从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台湾水气比较偏多的地方 是处在台湾的东半部海面上 不过距离台湾的位置还是有一点点的距离 那么在这样子偏东风的大气环境底下 绕过台湾的地形 其实在西半部有发生了一些沉降的作用 抑制的对流的发展 因此在西半部地区天气都很不错 甚至在东半部地区今天只有在东北角以及宜兰 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那么这样子的好天气可以一直维持到周末假期 都是一样处在这种微弱的风速条件底下 因此全台湾各地的天气都很不错 有发生降雨的地方也都是比较零星的 不过从周日的下半天开始 新的一波东北季风就要来报道了 因此到时候我们的北部以及东半部 又会转变为有雨的天气形态 那么要一直等到下周三高压开始出海之后 这个风向渐渐的转变为这样子偏东风的大气环境 各地的气温才会又开始回升了 那么明天我们可以看到吹拂 这样子偏东风的大气环境 甚至有一点转变为东南风的环境 因此在气流又配合上地形的交互作用底下 在我们的宜兰以及北台湾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降雨 短暂降雨的发生了 那么在礼拜六开始 会吹拂着这样偏南风的大气环境 到时候水汽移入陆地的机会就又降低了 因此礼拜六可以说是全台天气最为稳定的一天 那么周日的下半天开始 可以看到新的一波东北季风报道 到时候桃园以北大台北以及宜兰东半部地区 又会转变为有雨的天气形态 甚至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四日的模拟图 明天吹拂着有一点偏东南风的大气环境 因此在宜兰以及北台湾沿海地区 会有一些短暂降雨的发生 礼拜六天气最好的一天提醒大家好好地把握 周日下半天开始又受到东北季风再度的增强 因此北部以及东半部又转变为有雨的天气形态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温度方面 这几天因为受到阳光的影响 因此北部地区其实白天的高温都还算蛮炎热的 不过可以看到从周日开始 东北季风再度的报道 虽然低温影响的变化不太大 不过可以看到高温就开始略微的下降了 甚至在下周一下周二可以掉到高温只有23度 而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受到这波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幅度不大 不过日夜温差就是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要来留意的重点了 那么东半部地区也是在下周日开始 周日开始会受到这波东北季风的影响 那么可能有雨的天气形态会一直影响到下周三了 最后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各地的天气 说到这样子偏东风的环境底下 其实在西半部地区风速都比较微弱 所以大家要留意空气品质的变化之外 这几天西半部地区也有局部的浓雾现象发生 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您比较早出门的话 一定要来留意行车跟用路的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吧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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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是变成灰陀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智一路段 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你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